請起立 走下去 請坐 各位學員 大家說我們大家好 好 沒精神 大家說我們大家好 好 就要說兩次耶 好奇怪 來拜託你打開那個中國國情報告的 日本工藝 如果沒有日本工藝的去樓下找那個 做博物人團體 我向各位報告一個最新的情報 博西來本來是中國說要給他開除黨籍 有嗎 今天的新聞說保留黨籍 這是標示什麼意思 我告訴你 中國 因為 他裡面 鬥爭 非常 嚴重 博西來是絕對的 左派 絕對的 所謂的共產主義的支持者 你看 現在 竟然 竟然 他的中立 不是他的中立 竟然 他的主席 胡錦濤 要將 博西來 要他開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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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了 內部會發生問題 如果不是革命 還是政變 因為 薄西來 他們爸爸是軍風 所以他在雲南這邊的軍風的社會非常大 中國有七大軍區 再來就是有一個二炮 就是飛彈部隊 海軍是很弱 有北海 東海 跟南海艦隊 三個艦隊 現在另外 因為那隻航空母艦 要另外還成為一個艦隊 但是我勾起很困難 因為那隻航空母艦 兩千萬倍 美國這隻的航空母艦是五十九億 兩千萬倍 那不是叫做航空母艦 叫做海上旅館 來 我們來上這個中國國情報告 就是 我們要做民政府這的人 會做 將來台灣政府的 做行政人員 你一定要抹中國 第一 很重要的一個事情啊 在哪裡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各位要很清楚的了解 聽清楚 中國共產黨 他沒有殺過我們台灣人 當然我是大量 大量的沒有殺過台灣人 殺台灣人的是誰 是中國國民黨 但是我們今天都搞錯了 他從小的時候就教育我們 萬惡的共匪 要反攻大陸 所以到今天為止 很多人 台灣人 特別台灣人 思想改不過來 特別我記得很清楚 剛剛在開放的時候啊 可以去中國旅行 那個時候去中國旅行 有人到了海關 一看到海關人員啊 看著他們就說 喔 你們共匪 差一點去抓那關 他說你講匪 等著你看 逃難到台灣的這些流亡政府的人員 其實他們的心理非常清楚 他是利用台灣人 製造台灣人跟中國人的仇恨 然後我們去恨他 到今天為止你看 他竟然帶著我們要去投向中國 可是事實上 我們台灣民政府 就在阻止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台灣人是台灣 而中國是中國 是絕對不一樣的 所以整個中國 我估計啦 我個人的估計啊 在很短的時間裡面 這個很短時間到底是多短 我不敢講 但是我認為 因為我看到薄熙來的這個案子 在昨天中共發表說 要保留薄熙來的共產黨的黨籍 這個表示什麼 薄熙來有一天會再度站起來 有人講他的太太叫那個古開來 有人講說那個古開來在 停上在運訓的時候啊 那個停上運訓的那個古開來是假的 他是大一號 比原來的古開來本人要大一號 當然這是傳言啊 我認為是有可能啊 但是你可以看得出來 整套的這種中國裡面的制度 我認為他的變數很多 所以你會問說 那你美國為什麼到今天 你不講出台灣的地位 各位我要告訴各位一個非常重要 而且很重大的消息 我在昨天上課已經講得非常清楚 這個觀察點在哪 在美國國務院 美國國務院的官方網站 裡面所講的台灣 過去他講的台灣裡面 在台灣裡面他有講 馬英九是台灣的總統 同時講中華民國在台灣 可是今天的網站裡面 所寫的呢 已經把馬英九把中華民國完全去掉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資訊 跟很重要的訊息 在講什麼 在講的就是 美國真的是在等待我們台灣民政府 要用最快的速度啊 爬起來 因為爬起來以後 他願意把這個台灣的政權 交給台灣民政府 同時呢 你會問我說 那交給台灣民政府 會不會亂 我們今天在努力維持的就是說 不要讓美國交了政權的時候啊 台灣的這個整個的政局啊 會造成我們的混亂 或者說造成台灣的整個的政局的動盪 這是我們一直在防範的 那我們這種防範要怎麼防範呢 很簡單 美國跟我們的協議就是 軍隊由美國自己處理 警察由台灣民政府的黑熊部隊處理 那如果這兩個都能夠掌握好了以後啊 那我們估計啊整個台灣沒有問題 那有人會講到 黑幫怎麼辦 黑幫不是問題 黑幫怕什麼 黑幫是怕警察 而且黑幫他說他有武器 我們那個時候我們的武器啊 要比黑幫的武器啊 更精難十倍以上 這你可以放心 所以啊你不用去說啊黑社會什麼 民政府一執政以後 黑社會絕對會沒有 絕對把它取締的光光的 你敢在做黑幫的話 馬上就是編行 而且在分局就可以去執行 這好不好 好 你不要以為我喜歡掌聲啊 來打開第12頁 沒有這個講義的請舉手 如果沒有的話請你到樓下 服務人員去拿 否則你上課會很痛苦 來我們今天講中國的國情啊 第一頁到第12頁你要自己去念 因為寫的是中國字你看個懂 那我今天要來說明的 就是從第12頁的第二段開始 我們下一步就要回答一個問題 為什麼美國要包圍中國 各位以上的這一些文章啊 這一篇文章是誰講的 這個是由中國解放軍的上校 叫做戴戌所寫的 戴戌 對不起 戴戌他所寫的 這個人呢 這個人因為我們在高級班 利用他所講的話 來做為中國國情的分析啊 已經被北京啊 把他請到北京去了 他最近已經沒有辦法 在公開的演講裡面去演講 那他這個整個的演講詞 跟那個錄影帶是由美國CIA 直接提供給我們 然後告訴我們說 這個可以當作中國國情的報告 為什麼呢 因為戴戌所講的是中國人 他是中國的解放軍 而且位置又是上下 那他所講的應該是可信的程度很高 也不是說我們造假的 或者說美國所講的 那所以呢這個文章呢 絕對可以當作各位 對於中國的那個國情的判斷啊 應該是很標準很客觀 中國和美國又不是天生有仇 儘管當時美國和中國 在朝鮮半島上打了一仗 針對意識形態問題 雙方因為冷戰問題打了一仗 但之後就進入到冷戰狀況 隨著冷戰的結束 改善開放以後 雙方的關係大幅度的改善 那又為什麼美國現在又開始包圍中國 這並不是兩個民族之間有太大的矛盾 有像中國和日本之間有解不開的心仇 不是這樣的 各位你看得到 這個一個解放軍的一個上校 自己講坦白承認說中國跟日本之間 有解不開的仇恨 那是什麼 因為二次世界大戰 當時的大日本帝國統治了朝鮮 統治了東北 來 各位抬起來有一個問題 東北是誰的 不是中國的 東北是滿洲人的沒有錯 是大清的發源地 特別是在奉天 奉天是什麼地方 遼東半島 這個整個遼東半島上面的那個 東北那一區 那個區塊 是奉天 就是滿洲國 大清帝國 所以有人會講 那今天的大清帝國這個土地 他已經被 他的政權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 所以有人說 那你的理論有問題 什麼理論 他說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那應該那個 那個清朝的原來那個奉天的部分 應該回歸給奉天 回歸給清陶 這就是我們過去啊 有看到一個中國七塊論 把整個中國扯成七塊 坦白講 美國在努力這件事 實在中國實在太大 而且呢 這麼大裡面啊 你可以想想看 中國他說他要統一 你知道 其實中國的問題不在台灣 台灣 雖然他的政治上他講說 是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我跟你講有一陣子 就是我還沒有從中國逃回來之前 其實我跟中共的 中國共產黨的那個中央啊 非常的少 因為我當時是代表李登輝 跟那個江澤民 那邊曾經三次的談判 在那個裡面啊 我已經很清楚了 他有沒有坦白講 他說其實台灣 並不是我們中國的心犯 中國的內部的 這個所擔憂的是什麼 是維吾爾族的新疆 西藏呢 已經沒有問題了 為什麼 西藏啊 他已經把它解決 怎麼解決 移民 他從西藏啊 把很多的西藏人呢 把它分到全中國各地 例如分配到遼寧 分配到甘肅 分配到四川 分配到哪裡 幾乎每一個省 都有一個西藏村 很多人把它移過去 然後那個空缺怎麼辦 他把很多的漢人移進去 今天西藏的首都 如果要去公民投票的話 絕對是漢人的 絕對是中國的一部分 所以到今天為止 那個達賴喇嘛 他已經講了 他要走中間路線 他已經不敢講說西藏要獨立 所以美國歐巴馬也講過 西藏是中國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可是 美國沒有承認說 新疆是中國的一部分 你想想看 維吾爾族他們的臉長得 像什麼樣 像何瑞元差不多 你看你說何瑞元 哪一天他如果出國 然後拿出一個護照說 我來自台灣 奇怪 怎麼會來自台灣 你的臉怎麼長這樣 所以你想想看 新疆這個地方 會在鬧 而中國很害怕新疆 就是怕這個 那新疆 美國有在培養一個勢力 叫做什麼 熱比亞 熱比亞這個是一個女孩子 一個女士 其實熱比亞也跟我們民政府有聯繫 不只是熱比亞 那麼我們9月23號就要去西藏 要跟達蘭阿媽 跟他的流亡政府洛桑要簽一個國書 那就是我們的 是我們整個台灣民政府已經在國際化之中了 特別我們跟緬甸的那個翁山書記 我們也有聯絡 我們跟外蒙古的政府也有聯絡 所以呢 好像這個整個世界看起來越來越好玩 過去台灣人沒有參與國際的事務 這是我們最吃虧的地方 所以我們呢 一步一步著走 你看今天 全部做滿 今天有多少人你絕對想不到 240位 這是破了紀錄了 當然啦這裡面喔 真正的高級班的學員大概是200位 其他的就是 曾經在我們這裡受過課的 我們的學員喔 你要回來聽課都可以 你只要曾經在這裡受過訓 你要回來聽課都可以 那至於你的參會呢 你就自己去處理 意思意思啦 不要說跟人家吃虧錢啦 西藏合作 西藏合作 現在怎麼要做 由他們的公民 在他們的劣勢 西藏而來的高 沒有那個土地喔 這個在法理上 我有一天 我有公佈那個西藏那個土地 在國際法上面啊 它是中國的一部分沒有錯啦 所以 現在那個歐巴馬啊 還有那個希拉蕊在談話的時候啊 很多的論述啊 他都是拜託那個CIA曾經 跟我要很多有關這一方面的文章啊 所以我跟你講啊 有關戰爭法的法理上啊 我敢講我們台灣現在的研究 是世界的top 我們絕對沒有問題 來啊我們看繼續看啊 這個這主要就是要從美國的國家 戰略利益出發 他為什麼這樣 美國這個國家 在20世紀打敗日本德國和蘇聯之後 美國的戰略家 這個打敗蘇聯意思是怎麼樣 蘇聯解體有沒有 蘇聯解體 這個是美國搞的鬼啦 那美國的戰略家 為了美國設計了一個新的 美國國家的目標 就是要建立世界帝國 當時美國有一些學者 在1992年的一個會議上曾經說過 他說 歷史上曾經建立過的帝國 和我們現在正在進行的帝國事業 比起來都是微不足道 包括當時最大的波斯帝國 奧斯曼帝國 曾基斯汗的蒙古帝國 這些帝國目前都在美國的腳下 美國現在的勢力已經基本上覆蓋了地球 我們看它的本土 很多人說美國的本土 和我們中國的本土差不多 這是一個錯誤觀念 美國的本土 它包括了很多的陸地 固然和我們差不多 但是美國是一個世界性的國家 它不僅有美國的土地 還有很多亞洲的土地 夏威夷 關島 塞班都不是美國的土地嗎 各位還有一個是什麼 台灣 台灣是它的什麼 占領地 你想想看 有一天 從紐約坐飛機要到台灣 如果飛機直飛的話 我看要二十幾個小時 世界上有哪一個國家 可以飛 它的國內的飛機 可以飛二十幾個小時 所以我們今天台灣 是美國的軍事政府佔領地 嚴格來講 美國現在不承認 嚴格來講 應該在美國的憲法裡面 是屬於它的海外為合併的領土 當然因為台灣這塊土地 在1945年4月1號 日本天皇已經實施憲法 所以在這一方面 美國一直在研究 它怎麼樣去突破 但是目前為止 這一塊土地 仍然是美國的軍事政府佔領地 所以美國會不會放 不會放 美國不會放 有一次希拉蕊 在她四年前 想要競選總統的時候 她曾經講 她說台灣的問題 讓他們中國人去解決 自己去解決 還沒有話沒有講完 還沒有到這個戰道下面來 美國的國家安全會議的代表 馬上第一個條子給她 上面怎麼寫 上面就寫說 台灣是美國軍事佔領地 我們不會放棄 哇 希拉蕊看了那個條子嚇一跳 然後回去想要把那一段演講 把它刪掉 已經沒有辦法刪掉 因為全部都是電腦自動的 就已經記錄下來 可是從那個以後 希拉蕊從此不敢再講說 台灣的問題 讓他們中國人去解決 因為台灣不是他們可以解決 台灣人要自己解決 而不是中國人替我們解決 不是那些在台灣的這些流亡的難民 替我們台灣人解決 你說對不對 對 在它領土的周圍 如果再化上海洋 那美國的國土是有多大呢 那比我們大得多 所以我認為 美國本身是一個花洲際的大國 我們不能用陸際對陸地比 美國在全球還有幾百個海空軍事基地 美國還事實上控制著全球的海洋 太空就不用說了 還有網路 現在全世界很多的國家的路 路由器都在美國 各位所謂的路由器你們看得懂嗎 事實上網路的主機 幾乎都是在美國的控制之下 所以你說中國 所以很多人害怕中國 我跟你說不用怕中國 絕對 跟台灣來比啊 簡直是他想摸台灣 摸不到台灣 我告訴你 你看他過去 中國過去曾經攻打這個炮擊什麼樣 金門 金門不是我們的 金門是誰的 是中華民國的 所以他當然打他 他敢不敢打台灣 絕對不敢打 他如果打了台灣 這是國際事件 會引起世界大戰 所以你想也知道 在這種情況之下 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是笨蛋 坦白講 他們的學者啊 比我們在台灣的這些國際法的學者 要優秀 我為什麼要這樣誇獎他 在2004年 2005年 我跟何瑞元 在一直在研究這個戰爭法 寫了很多書以後 中共在2007年 由上海軍 不是這個 南京軍區的司令員 司令員就是總司令 帶領武漢大學 70幾位的國際法的教授 去研究戰爭法 從76年 2007年開始研究 到20010年的時候 2009年的時候 他已經研究出來這個戰爭法 而且他出了一本書 這本書由武漢大學所出版 這本書我曾經擁有過 我也看過 他的內容 跟我們的研究 一模一樣 但是這個書裡面 沒有寫 有關台灣的軍事佔領的這個部分 所以我估計 中共的高層已經非常清楚 台灣絕對不是 中國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也就是為什麼最近的三年 中國北京的官方沒有在講說 台灣是中國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反正現在怎麼講 他講說台灣是中國的core interest 就是核心利益已經改變了 而且對於釣魚台 他也是講日本跟中國還有韓國 三國的首長見面的時候 中國沒有講釣魚台是中國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而是講釣魚台是中國的核心利益 反而日本首相講 釣魚台是我們日本的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而且在上個禮拜 美國正式發表 尖閣群島是屬於日本的 從來沒有這麼強硬過 過去他只是說 安保條約包含了釣魚台 可是這一次已經正式發表 他說尖閣群島是日本 其實美國他也知道他不是屬於日本的 是屬於什麼 屬於日本天皇的 日本天皇 但是現在很多人在講話的時候製造模糊 天皇兩個字他不講 那今天的日本政府 事實上日本天皇的什麼 是日本天皇把日本的四個島 化歸給日本政府去托管 所以現在的日本政府等於是一個自治國主帝國 所以自治國因此他不能有軍隊 所以他才能有什麼自衛隊 嚴格來講就是禁衛隊 那我們台灣 仍然在日本天皇的管轄 領有 他也不是屬於他的土地 是領有 這個土地是我的 因為在馬關條約裡面 清朝已經把這個土地 擱讓 永遠擱讓給日本天皇 所以日本天皇到今天領有台灣的territory 領有 可是他沒有辦法直接去管轄 所以我們今天的目標在哪裡 我們像日本 要日本政府 要日本天皇必須同意 同意我們怎麼樣 我們來自治 我們自己管自己 這樣的時候 日本政府跟台灣政府是一樣地位 沒有誰比較高 不是說我們要把台灣交給日本政府管 No 那也行不通 我們是在日本天皇下面的自治國 而且跟日本政府是一樣 那只是 因為台灣人很多都不知道 所以台灣人沒有了解到 真正台灣人的地位 所以呢 不要說 不要說要怎麼樣 美國跟你們說 你比較聰明 我就想一想 日本天皇要同意 所以呢 我們在去年150個人 去跟日本天皇講 我們台灣要自治喔 日本天皇站出來 因為他不能講嘛 就今天和平條約第一條B 把他控制住 所以日本天皇就搖搖手 好喔好喔 我同意喔 我同意喔 所以我就把他拍了照 拍了照以後 我就把那個照片跟美國講 日本天皇已經同意了 這樣好不好 美國 美國國安人員 跟我說說 他們都在笑 你是什麼教啊 今年呢 我們有200位 要去跟日本天皇吃 趕快喔 日本天皇都說好 我現在喔 有拜託日本天皇 在這邊的生日的時候 說一句話 這句話我現在不要跟你們說 但是我跟你們說 我已經有拜託了 我跟什麼人拜託了 日本天皇都很疼她媽媽嘛 她只是娶一個媽媽而已 叫做美智子 有嗎 有嗎 所以台灣人人要學啦 一個太太就好了啦 美智子 她跟這個媽媽一樣好 這個媽媽呢 她有一個同學啊 這個同學都沒有多久之前啊 差不多一個月前啊 來我們這裡訪問 這個訪問的時候呢 她那個人是喔 也是女孩子喔 她是跟日本天皇的太太美智子 是同學 好幾年 所以她常常去皇宮 那那個人呢 她下的家 在去年 全日本暢銷書第一名 我們就拜託 拜託 拜託 我們送他什麼東西 你知道嗎 送他 1945年4月1號的招書 我說拜託 你這份一定要拿給日本天都看 我說 我說你我哪裡 他說 有啊 我就經常去人家啊 去人家你給我看 你跟日本天都看 你老婆 會這塊天皇招書 你要不要承認 其實這塊天皇招書 我問過日本的外戶神 他們那時候有派兩個人 來跟我們談的時候 他看了以後他自己笑一下 他說我們承認 為什麼承認 你說天皇的姨子在上面啊 所以日本天皇的招書有效 到今天為止 台灣這塊土地 在就今天和平條約裡面 日本天皇沒有受到 任何的處分跟處罰 所以這一塊土地 仍然是屬於日本天皇所領有 但是日本政府已經放棄 台灣的管轄權 很清楚啊 整個台灣很清楚 美國說很清楚以後 你就要去想說 你台灣民主要怎麼走 所以美國他講說 我沒有辦法沒有辦法指導你 但是我可以站在後面幫你 為什麼幫我們 因為如果中華民國敢對你處理 那美國會處理 所以你看看 很多的現象 你可以看起來 在整個台灣裡面 我們怎麼走 沒有人 就是沒有所謂的官方啊 出面來幫你抵制 還是說出面來幫你妨礙 現在還有一些 旁邊有一些抓耙子 很特別啊 怎麼 要將我們的手套放給你 喔 在這裡跟你說 林志生是騙子啊 我昨天跟你們講過 你就跟他講 林志生是騙子 他有騙你的錢嗎 沒有 那沒有騙你的錢 我騙什麼東西 辦身份證要一千塊 因為你們的身份證 是要送去美國辦的 裡面有驚騙 辦一個驚騙 一千塊錢 你都貴不貴 坦白講 一點都不貴 我再跟你們講 辦那個身份證啊 台灣民政府是虧本的 你相不相信 從辦到現在一年 我們虧了多少 五萬六千美金 誰具負擔 台灣民政府自己負擔 我從來沒有講過 我第一次講 為什麼速度太慢了 你想就知道 美國國防部 特別辦 設了一個分公司 來辦這個身份證 幫你印 我們一年 才申請了三千份 它是一些原廠 那原廠都 空氣就要挖了 所以一間房子 裡面那間房子 十六億 台幣 屬於十六億台幣的機器 因為那個要裝晶片嘛 一年做三千元 你收一千塊 這樣有多多 所以美國那個公司 馬上就complain 你們如果不辦 我們把公司short down 不行不行不行 你這一年喔 你虧了多少錢 我們全部便宜你 我們感覺很好 都賠你啦 算什麼 我這年我們損失 五萬六千塊 的美金 我們要賠 所以你們不要以為說 什麼 民政府在賺錢 我們沒有賺錢 是很完美的 還要賠錢 真的撩到賺錢 我沒有騙 很可憐 所以各位 還沒有申請身份證的舉手 給我看 喔 還有這麼多人 讓你害怕 來 繼續看 來 十三頁 打開十三頁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我們現在在全球 所有人的手機 都要被美國監聽 每隔有一個過濾 他看到你的手機上 有沒有重要的訊息 有重要的訊息 就自動的進入到 美國情報系統 因為你都要用 美國的通訊衛星 既然用他的衛星 當然要被他監聽 各位怕 頭兒拿起來 這我有經驗 這當時呢 在好幾年前 在我還沒有逃離中國之前 曾經呢 我是代表李登輝 跟那個謝榮勝 議長 副議長 國大的副議長 曾經在 漢城 還有在澳門 跟中國官方 中央中共辦公廳 曾經見過三次面談判 在談判的時候啊 他也跟我講 他們怎麼講中國他怎麼講 他說啊 他們本來就是派人啊 去美國啊 交換情報 到後來呢他不敢 不敢呢為什麼 因為他們發現 美國實在太厲害了 他在那裡啊 在飯店裡面講話 在外面講話 不管講什麼 美國通通知道 後來他改在呢 他改到菲律賓去 在菲律賓也是知道 後來他現在改在呢 他們改在泰國交換情報 所以我相信啊 我在講這些啊 我相信我們民政府裡面啊 有很多人啊 如果呢 真的你如果是 這個 要別啊 好啦 是國民黨啦 是共產黨啊 甚至於什麼民進黨啊 支配你來 我歡迎你來 可以來 都可以來 誰都可以來 所以有人問我說 啊中國人要來受訓可以不可以 我當然可以啊 你只要繳錢 沒有人會阻擋 我們 現在的台灣民主是一個民主的政府 是一個民主的 未來的國家 對不對 對 不過齁 我看以後我們那個報名齁 那高級班我們要控制了 我不能這樣擠這麼擠 擠這麼擠 我會不會被罵呢 我睡得不好 我吃得不好 我現在你吃飯 你怎麼吃完了呢 那我笑 吃得饅頭不好 尤其是一個面子 他說 他說 這麼多人都很好吃 大家說 人擠一定比較好吃 對不對 所以拜託你如果要吃的時候 要吃東西 一項 稍微 不要說要吃 你 你等一下受訓三天會重多少 三公斤 我沒有騙你 三公斤 尤其在冬天 三天三公斤 我沒有騙你 所以你看 我現在都吃很少 我早上這樣 豆漿還有一個饅頭 含菜也不會皮 晚上呢 我都沒有去 沒有運動嘛 就在那邊演講 八道一隻大起來 所以喔 這不是說 發福啦 其實我認為我不是發福 我是 這種是虚胖 沒有運動啊 沒有走動啊 所以喔 國語的身材都還不錯啦 至少肚子都比我小 來 再繼續 所以我認為 他已經是一個唯一的超級大國 沒有錯 這個代序講的非常好 美國的這些戰略家 不會像泰國秦國啊 占領六國一樣 去占領別國的領土 他在改造別國的政府 讓他聽命於自己建立一個新型的 一個世界級的帝國 所以美國的駐軍也是全球駐軍 他的他的衛星事實上 已經把地球牢牢的包圍 為什麼美國的軍隊可以在全球作戰 1986年 美國軍隊打利比亞 軍隊飛了5000公里 中間的飛機進行了16次空中加油 準確無誤的把利比亞 利比亞的卡札飛的帳篷打掉 為什麼這麼精準確 因為美國的全球定位 我們現在講 現代的戰爭是精確的指導戰爭 只有美國才能這樣說 因為他們有全球的定位衛星 有了這個定位衛星 你才能精確定位 我們用過汽車的GPS都知道 你開著GPS的車非常方便 軍隊的GPS比這個還要方便 他能打到你家的一個窗戶裡頭 這麼樣的精準就是美國的軍事能力 但是我們民間用的GPS 經常都會給你看去海邊 帶去山頂 帶去山頂 所以這GPS GPS在我們台灣出現 坦白講在美國也一樣 很多人用這個GPS 相信GPS 尤其晚上開車要很注意 如果在海邊會開到海上 這個GPS 他說打在一個窗戶裡頭進去 那個什麼 在南斯拉夫 美國有一次 南斯拉夫說 飛機炸死三個中國大使館裡面 那三個人為什麼會被炸死 情報人員 那個三個情報人員 是偷了美國的軍事機密 之後美國決定報復 美國那天 情報人員已經偵測到說 這三個人去南斯拉夫訪問 然後進入南斯拉夫的大使館 在某一個窗戶 我告訴你這麼準 就這麼準 他就那個窗口 就從那個窗口 飛彈打進去 就只有死那三個 其他十幾個都外 哇 那個中國是嚇一跳 而且嚇死了 那一次呢 中國曾經 發動學生的示威 因為我在中國辦學 我辦了一個學校叫做恩利德學院 我們學院的學生也要出去示威 當然啦 但是我 不可以 你們不可以出去 共產黨就跟我說 這個要聽黨的指揮 我想 再寄人籬下 那個時候已經跟中共 那個共產黨之間 已經搞得非常 關係已經搞得非常惡劣了 因為我所主張的 跟他們所主張都不一樣 那些學生就去遊行對不對 頭一天喔 遊行很多很多人 你說美國大使養幹了一件事 很聰明 他怎麼做呢 來 把那個領導人的兒子 把領導人兒子都拍照跟他說 我告訴你喔 明天在馬路街道上 我如果看到你 我保證你這一輩子不能去美國 這樣講一句 第二天所有的領導人的幹部的兒子 本來頭一天喔 你負責都是那個領導人的幹部啦 因為老闆他們那兒子都要做官嘛對不對 他們那在帶動啦 第二天啊 那領導人兒子都不見啦 大家看老闆 你不見那我也不見啦 所以第二天喔 就沒有啦 你說美國厲害嗎 全世界沒人說 一個國家的領導人的兒子 通通在美國啦 所以你說這一些人 這個馬英九啊 可能我第一集沒有看到你耶 你有 你是初級班沒有來嗎 喔好好我知道我知道 因為喔 因為他會這樣講 是因為我在初級班我有講嘛 馬英九在建宗跟我是同學啦 我是考進去的 他是什麼 他是保證 不是他是僑生啦 所以他是僑生就百分之百沒有錯啦 我是考進去的 那考進去的 在高一的時候他有三科不及格啦 數學48分不能補考啦 不能補考 他靠他的父親啊 去縮情 建宗也很爛 這樣也可以縮情 結果那一年啊 很多人留級啊 可是他沒有留級啊 他就升上去 所以呢 這個 後來他進台大是因為他在十九班 在高三的時候他十九班是文主的 啊考上淡江啊 那淡江呢 因為他是僑生 所以又加分 所以就進了台大法律去 那台外法律去 只有一個人沒有考上律師 名字叫做馬英九 後來用中山獎學金去了哈佛去念 那個哈佛的那個法學院的畢業生 沒有考上美國律師的名字叫做馬英九 啊我們在那三流的人在統治台湾呢 可憐啊 好啦 以後我們要靠我們自己啦 你們放心 我們靠自己來 所以美國在二十世紀的基礎上 打敗了三個大敵人 他打敗了日本 德國 後來又在冷戰中打敗了蘇聯 因為蘇聯被解體 然後在這個基礎上建立了世界帝國 建立了世界帝國的時候 世界上又有三大對手 就是目前美國需要征服的三大對手 也就是說這三大勢力 對美國建立世界帝國不滿 或者說不同意 一個是伊斯蘭世界 然後是俄羅斯 中國 當時 當初美國並沒有把伊斯蘭世界當回事 所以我們可以想一想 在小布什 就是小布希 2001年上台的時候 他當時要把中國鎖定為主要對手 所以小布什上台以後非常囂張 曾經說過一句話 我們要堅定不移的保衛台灣 必要的時候 我們可以出兵 這是美國歷史歷屆的總統說 唯一一個明確表示 為了台灣要準備出兵的美國領導人 當然這個話說了不久之後 除了一天在9月份 被賓拉登打了幾拳 一下子把美國打倒在地 除了發現身後還有一個敵人 美國發現原來在世界上 不僅僅有兩個敵人 還有一個伊斯蘭世界 美國一定要躲過去 就把中國放開奔著伊斯蘭過去了 對伊斯蘭的戰爭一直打到今天 還沒有打完 除了伊斯蘭以外 加上其他兩個國家 就是美國在21世紀的三大對手 美國對伊斯蘭世界 進行的戰爭很簡單 就是武力打擊直接打擊 他用現在的名義就是反恐 以反恐為名進行這個戰爭 全是沿著伊斯蘭世界打 包括伊斯蘭戰爭 伊拉克戰爭 現在的阿富汗戰爭 以及以下一步以核問題為由 對伊斯蘭進行圍困 都是伊斯蘭世界 而且用這個基本套路 就是直接的軍事打擊 因為他發現伊斯蘭世界有很多國家 是有宗教信仰的民族 加上他的極端勢力很多 我們光看到這個賓拉登 實際上賓拉登 只是伊斯蘭世界 反美勢力的總代理 反對美國的 絕對不僅僅是一個賓拉登 至少不下幾百種力量在反對美國 所以他們兩股勢力之爭 實際上對兩個文明之爭 兩個宗教之爭 兩大勢力之爭 不是說恐怖分子和美國的較量 是整個西方和伊斯蘭世界的戰爭 所以這個戰爭會打的時間比特別長 美國採取的戰略就是直接的軍事打擊 各位伊拉克的戰爭阿富汗的戰爭 都是美國在做這 所以有的人講說 美國是為了石油去打伊拉克 各位錯了 你知道美國進口的石油 向美國出口的石油 第一名的是哪一國 加拿大 是加拿大 美國依靠加拿大的石油是第一名 第二名呢 第二名是這個墨西哥南方的這些國家 所以美國不是為了伊拉克的石油去打伊拉克 No 這個你不要看那個報紙 其實報紙黑白色了 所以你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這個坦白講 今天我們會把這個代序的文章 當作我們的教材 是由我們的目的跟有我們的看法 就是這個代序這個人 他對於去世界整個的戰略 還有中國的戰略研究的還不錯 所以我們會把它當作教材 所以你看到這個地方以後 你對台灣會更有信心 而且你也會知道一些 美國真的想法是什麼 因為我們離開美國 實在過去太遠了 我們一直倚靠中華民國 我們一直認為中華民國 是台灣的一個主人 其實弄錯了 我們沒有主人 我們自己就是我們台灣的主人 就是我們自己對不對 但是 但是我如果跟你問說 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對不對 對不對 對著舉手 對著舉手 還有人在舉手 你看好可怕 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 我就要問你 那你的所有權狀在哪裡 就這一句話 錯誤的地方就是 我上課常常講的 國賓飯店是住在國賓飯店的人的 我再講一遍 國賓飯店是住在國賓飯店的人的 這個不對嘛 這個聽就知道嘛對不對 不然我明天就要住在國賓飯店了 那我可以宣布說 國賓飯店是我的嗎 不可以 你住在那裡 不可以說是你的 我們今天台灣人住在這裡 也不能講 那講了這麼多法理 台灣人的邏輯感 邏輯觀念非常的爛非常的差 我已經講了這麼清楚 馬關條約裡面 大清的大皇帝 有能力把台灣割讓給日本天皇 他有權力把台灣割讓給日本天皇 所以在割讓之前 這個土地是誰的 大清的嘛 對不對 不 這個東西不是我的 我哪有權力說把它割讓給你 所以台灣的主權在哪裡 所有權在哪裡 很清楚的嘛 那已經交給日本天皇 所以我們以後不能講說 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 這一句話只有在政治口語上面 政治口號上面可以用 在騙我們的選票的時候可以用 跟你說 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 你沒回到台灣人要回到什麼 所以我告訴你 中國國民黨 一看你就知道 但是什麼 哪一誰的政黨是中國 對不對 民進黨就跟你騙了 民進黨其實他 忘了講上面四個字了 中華民國民進黨 我為什麼講中華民國民進黨 這個民進黨的黨章 民進黨的台灣前途捷運文 他怎麼講 我們 是一個國家 我們的國家的名字叫什麼 叫中華民國 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跟你騙啊 所以你選給民進黨跟選給國民黨 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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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你聽得懂嗎 台灣人這種邏輯啊 沒有 這很可怕 你看美國的小孩子 今天那個Rachel他的小孩有來 他是美國長大的小孩 還有我們這個誰 我們這個班長啊 他的父親是墨西哥人 他們呢 他們的那種邏輯的觀念 就非常清楚 白白這樣啦 台灣人沒有邏輯觀念 有的人就想說 水月園農場等於台灣民政府對不對 當然不對嘛 當然不對嘛 水月園農場是水月園農場 民政府是民政府 這是兩個不同的體系耶 所以大家要有那種邏輯的那種觀念 你沒有那個邏輯觀念 就會很可怕 你這樣你就生活在 所謂的濫情世界 都用這種的 這樣說台灣的地位 那都不對啦 所以呢大家要很清楚 尤其這個代序呢 他會寫這個文章啊 他寫得非常好 他不只寫這個文章啊 他還有對那個 中國的那個債務問題 中國不是債務啦 美國欠中國很多錢對不對 你知道這個原意在哪裡嗎 美國的副總統去中國訪問 人家把他請到北大去演講 北大演講的時候 有學生舉手 請問副總統 美國欠我們中國那麼多錢 請問那個錢安不安全 聽說有人講說美國不會回來對不對 副總統很幽默 他說這句話 喔這個錢啊你放心絕對安全 就像我肚子裡面的一塊肉 很安全 喔學生拍手 很安全嘛對不對 肚子裡面的一塊肉不會把它挖出來嘛 很安全對不對 可是代序就不一樣了 代序說我越想越不對耶 在你的肚子裡面的一塊肉 你放出來就是大便 對 啊 代序真的聽了 我感覺他的觀點都不一樣 美國也很幽默啊 還有人問那個副總統啊 他說 你 美國欠我們中國這麼多錢喔 你會不會反 他不要跟你說不反啦 但是這個代序他講喔 美國過去欠英國錢 怎麼解決 打一仗 獨立戰爭嘛 把英國打跑了 打跑了英國以後 美國還把 荷蘭借錢 啊落後 他不想行 要怎麼解決 打一仗 荷蘭離開啦 所以今天 美國欠中國錢有啊 要怎麼解決 打一仗嘛 所以我跟你說 美國是儲心之力 希望跟中國開戰 我跟你說這個 我有根據喔 那時候有一個韓國的軍艦有啊 他說那個北韓 他弄到的有啊 我很懷疑耶 我很懷疑 因為是怎麼懷疑 因為那個金日成那時候出來說 我們沒有 飛彈 我們沒有用魚雷打 我們沒有 欸 北韓有一個好處啦 他雖然很壞 但是他的領導人 從來沒有講過謊話 上一次在那個 東南亞有啊 一隻飛機喔 他把他炸掉 他出來說 那個飛機是我炸的 航空公司要怎樣 沒辦法 他北韓嘛 他派嘛 這邊 北韓他說 我沒有炸 我沒有炸 欸 欸 誰炸的 我沒有講喔 我沒有講喔 啊 他炸掉他 美國那時候喔 因為 我們都跟美國在聯絡嘛 他一直去鼓勵 韓國說喔 加砍 加砍 我給你飛彈 我給你一順 加砍 韓國也沒有老公 他說喔 我現在發展經濟啊 我不要 現在閃過頭去跟日本說 講日本說 加砍 加砍 日本說 欸 我們現在只有自衛隊耶 我們規定 憲法規定 不能打仗耶 那個抵高條 所以現在美國怎樣 美國說 啊 乾脆你抵高條促銷啦 同意讓日本取消抵高條 啊 如果取消抵高條 啊 日本就恢復什麼 大日本帝國 所以他們要恢復大日本帝國 他第一步要做什麼 要退出聯合國 要退出聯合國 重新加入 你可能想不到啦 今天 今天在聯合國那個日本 是被 綁架進去的 因為建政失敗 叫綁架 所以我今天你如果聽我這裡看 你可能很快你就知道 啊 如果不清楚 你可能要看那個新台灣論 這是再進一步很深奧的一個 一個法理上的關係 他都要先退出聯合國 然後 廢掉 他的那個 那個 那個 和平憲法 要恢復臨制憲法 其實我們台灣現在走的差不多 我們不是說要回到日本國 也回不去 我們想要怎樣 用日本田豐 因為我們是日本田豐的 一塊土地啊 他所領有啊 所以聽 說比較難聽 要去跟日本田豐 怎樣 塞內 跟日本田豐說 我要自治啦 好不好 他不能說話 灰灰所得好 所以稍等 我們有一個 我們會到那個 藝術家 我們的文化大臣 徐教授 徐哥林 徐教授 要向那位上那個藝術 我說一定要去上 因為我們台灣人這方面的觀念 藝術家都不改革 當然包括我啦 他是有那個抽象畫 我跟他看一看 特別說我看不到 那都一團黑黑的 人家說 這什麼 說明文章還寫很多 我看不到 可能我們在座 可能有些方面轉家 所以他的口我也要去聽 不然我看不到 真的看不到 所以我要討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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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好 第一 我的藝術 美術不行 那藝術 畫畫 我記得我小學 小學常常替同學 寒假作業 寒假作業 因為你寒假作業 和寒假作業拿來 我半天就給你寒完 要叫我畫圖 夭壽 畫面怎麼畫圖 你寒假每一天 校都會規定 要教兩張水彩畫 有嗎 我沒有 我把水彩畫 我幫你寫作業 你幫我畫兩張 我跟他 都 都 都 那個 很高調 我就 請他寒假作業 就要買東西請他 他拿我 那次 就出了我 很大的一個球 三年級的時候 那兩張給他 教學 老師宣布說 哇 林智勝的畫畫得好棒啊 代表學校去參加畫圖比賽 我 我 我跟那個老師 主秀啦 那個不是我畫 什麼人畫的 因為有這件事 我以後我就知道 什麼東西 尾腳不要沒關係 也是不能走車 那邊 真的讓我 人生有很一個重大的改變 這說給各位做參考 對 繼續 音樂啦 音樂很爛啦 那無限譜啊 每一次你看我就 肉類米這樣一直算啊 啊跟聖略人都可以唱歌啊 所以 我生很差啊 所以 所以 我也是 我不是厚人 我也不是聖人 我讀書很厲害 我告訴你 念書我真的很厲害 我的數學 修學比我 我年科嘛 數學100分 初中 我台東啦 初中比我 和高中 數學100分 那有漏嗎 要給我拍一首才對 但是我的美術和那個 畫圖喔 零分啦 來 再看13 美國打擊伊斯蘭人世界 除了拔除俄羅斯 戰略據點 控制石油這個考慮之外 他另外還有一個目的 就是要牢牢的控制這個地方的資源 也就這就可以解釋 為什麼美國無條件支持以色列 那就是以色列實際上是整個西方勢力的總代表 就是美國和西方 西方 西方 棄人 伊斯蘭世界的一枚鋼丁 所以不僅 美國支持 英國法國也支持 要不是美國 要不是西方這些國家支持 十個以色列在這個環境中也活不了 美國長遠的大布局也就是要 要有以色列存在 以伊斯蘭世界就不可能父親 所以說 為什麼美國打敗了伊朗以後 伊喀克以後 還一定要把薩達姆絞死 並不是說 小布希 因為薩達姆派人殺他父親 這個人有仇 這個東西太狹義了 他主要就是要給伊斯蘭世界看做個樣子 誰敢反對美國 薩達姆就是下場 也就是要把阿拉伯世界的強人嚼死 各位 看到這段你有一個感到嗎 我們台灣也要製造成 像在西方裡面的以色列 我們要讓美國人離不開我們 就是說我們要給他固定 要讓美國人一定要娶我們 你給我建議 你贊了我 你沒給我找 你沒帶我 你要負責任 當然我們還可以另外交兩個女朋友 第一個女朋友就是日本 另外一個女朋友什麼人 中國 我們要利用他 我們台灣有三個男朋友 不要說女朋友 說男朋友好 三個男朋友 第一個當然是美國 二次見他打贏 另外一個是中國 因為中國來當男朋友還不錯 中國什麼 他只要面子 你給他握握就好了 你中國好強喔 五千年的歷史文化 看得貴 有文字記載才不過三千年而已 你跟他說五千年 他要聽嗎 你也要聽嗎 中國有幾句話 自古有資 中國人說這種話 你什麼東西都是這樣 他說打衛星 我們中國人老早就有了 我們有那個什麼火藥 有嗎 自古有資 雷達他也一樣 黨都有 好啦好啦 你要說給你說 你花錢就對了 當我的男朋友 要供養我 這樣台灣不會好養嗎 很好養 我沒有跟你騙 老拜我是煩惱說 老拜台灣人 沒有要做工作 所以 我有一個故鄉 我說民主委一執政 要來東欧 來叫一些金頭髮的 來我們這裡討養 18歲以上 到22歲 男女 怎麼這麼漂亮 帶他們來這裡 給他們討養 討養給台灣人 或是帶台灣人 政府送你一間房子大 還有職業給你保障 你說這樣好不好 好 這樣好不好 好 拍手的人都沒有機會 哇 你們 我年輕人都沒有拍手 現在年紀跟我一樣 拜託我很多人都在拍手 沒有機會 希望後台 好啦 女兒才有機會 你們女兒 看著你 你還年輕 各位 那一天 你看我們這裡台灣所有的小孩 像是何瑞人 他們好 你們剛才有看到何瑞人嗎 喔 頭髮老得很長 我知道他媽媽很反對 但是我說沒關係 那小孩 他怎麼想 就讓他去自由發展 不要做派就好對不對 對 我這麼大聲 何瑞人 真的嗎 啊 阿伯 我們的小孩 都一樣 都很漂亮 男的女的都很漂亮 金頭髮都說英文 中國人要說台灣是中國的日本 我高勒 不一樣了啦 改變榮檢種 日本有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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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看14頁 來 這個我暫時不討論 因為喔 因為喔 有啦 那個何瑞人 何瑞人不要跟他吐槽啦 你說你女兒如果嫁給黑人 你會不會贊成 對 我沒說完 我沒說完 所以他問我這個問題 我說 我跟他這樣說 啊 小孩子喜歡就好啦 但是呢 我有跟我們女兒子說 你要叫台灣人 你不是人家說 叫台灣人 這不是笑話呢 有人去LA 啊 LA 黑人很多嘛 啊 兩個太太你講 喔 哪有這麼多黑人 喔 看起來好可怕喔 你在旁邊那個黑人講什麼 太太 你在講什麼 他在講台語 他在講台語 來看第十四役 所以說 在把薩達姆殺死之後 美國又把 戰略焦點用於對付伊朗 下一步伊朗又成為美國 針對伊斯蘭戰爭的一個 戰略焦點 因為我們主要講 應該我們主要講的是 針對中國啦 所以這一塊 就不再開講 美國的第二個對手 俄羅斯 他的戰略是繼續進行冷戰 通過北約的東擴 吸納獨聯體的國家 不讓俄羅斯復合 你不是死了嗎 死了以後害怕他活過來 通過加入東盟北約 把這些國家都納入到 美國和歐洲的西方範圍內 再繼續擠壓俄羅斯 建立一步制約俄羅斯本土 這就是去年8月8號 我們開奧運的時候 突然格魯吉亞發生戰爭的原因 格魯吉亞和俄羅斯發生戰爭以後 美國和北約的艦隊馬上就開過去 雙方就在這個地方進行大範圍的戰略對抗 為什麼俄羅斯在這個地方寸步不讓 那是因為俄羅斯已經看到了這一點 就是美國下一步 就是俄羅斯還剩下30多個聯邦 就像聯邦就像枝解蘇聯一樣枝解掉 俄羅斯看得非常清楚 一個是在外部要對付西方美國 美國寸步不讓 第二個就是要在內部進行對這些分裂堅決打擊 毫不留情 我們說現在很多人經常說冷戰結束了 不要有冷戰思維 冷戰真的結束了嗎 冷戰結束只是第一個不接戰 俄羅斯目前還是美國和西方的辛福大萬 北約的新任盟軍司令10月2號說 以北約下一步很可能要與俄羅斯在北極發生爭奪戰 當然目前還處在一個冷戰的層次上進行交流 也就是說雙方為什麼什麼時候進行軍事層面的較量 我們還要拭目以待 我跟美國的CIA在這個上禮拜二 我有記過面還有講話 CIA告訴我一個消息 他說現出的中國全面的進行石油的 石油礦的挖掘 這是一個可怕的事 你知道這個酒油什麼地方最多 除了阿拉伯的那個地方最多 現在全世界的酒油在南海南海 那南海這個石油的這個這個 原油的那個來源的這個出口啊 在什麼所在 尖閣群島 但尖閣群島是我們台灣的 但是台灣是日本天狼的 所以美國的選佈說尖閣群島是 屬於日本是有它的道理 今天南海是台灣的 高雄酒的 高雄酒的 高雄酒在1939年的3月9號 已經申請 將西沙群島跟南沙群島 合併 變成新南群島 同時每一個島都有命名 所以 但是這個 這個部分 有西沙跟南沙的部分 不是全部 所以今天有在爭執的 這些土地 都是什麼土地 都是東西 大日本帝國的領土 有的人說 啊你這個不是日本的啦 我跟你說 很簡單 那時候杜勒斯頭怎麼這麼好 他 什麼人敢說不是日本的 他利用舊金和平條約 舊金和平條約 舊金和平條約簽下去 日本放棄這些地方 我知道我請問一下 如果不是日本所有 日本能夠放棄嗎 他不是只有這樣而已 他還找五十一個國家 跟背書 四十八個國家的國會通過 杜勒斯頭怎麼好 有沒有 台灣找不到幾個 我沒辦法 當然我也算一個 就今天和平條約 已經替大日本帝國背書 這些土地 都是日本的 如果沒有 那一定要放棄 只有馬關條約 大清帝國 割讓台灣澎湖給 大日本天皇 一樣 如果不是大清帝國的土地 他怎麼能割讓 如果不是我的杯子 我能夠送給你嗎 當然不可以啊 所以 念書啊 讀書啊 都要有那個邏輯的觀念 我每一次在上口都給各位說 我們在這上口 要培養大家 有邏輯觀念 邏輯感 對著一個事情 要認真 想看看 後面是什麼東西 你想說 不要只讀這和平條 你讀這和平條 你讀啊 你不懂啦 我又說比較白 這和平條的原文 有幾人看過 沒有幾個看過 有很多 因為我才不是說 我在初中的時候 我的英文的老師很好 所以我以那個文法 我將這和平條的比較重要的 一日一日打開 一日一日 用文法改正 改正的地方 非常清楚 如果這點你們要去我們 台灣民政府官方網站 我有關這和平條的 對台灣的最重要的有五點 我都寫得很清楚 裡面的分析啊 非常透徹 你如果看你就知道 你會對於整個 旧金山和平條的結構 你會完全的清楚 事實上 美國就叫這個 旧金山和平條進行 將來全世界一樣 五十月的國家 那天哪五十月的國家 那天全世界 差不多百分之九十 差不多五十一個國家 現在是有幾個國家 194個 所以五十月的國家 那天幾乎已經把所有的 存在地球上面的這些國家 已經通通包含在裡面 四十八個國家簽名 那當然 中華民國有簽嗎 沒有 因為什麼中華民國沒有簽 因為中華民國已經流亡了 他已經流亡在台灣 1951年9月8號簽名 中華民國已經變成流亡政府 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出來說我沒有簽 你簽什麼 你根本沒有資格簽 他成立時的 1949年的10月1號 那天建進已經結束了 所以 剛才說 有的人說台灣問題要交給聯合國 不好意思 剛才說很清楚 聯合國不能管台灣的問題 那個是在聯合國成立的以前的戰爭的情況 所以 這個台灣的經驗 好像有一個人說話算話而已 一個人可以講的算 什麼人 美國 唯一的 所以 因為是唯一 所以我們要找的人是誰 美國 有什麼問題 找美國 所以台灣人傻傻 你把中華民國示威抗議 他覺得要抗議就不好 你抗議錯 你抗議人不對 對不對 明明當事長的事情 你不要跟當事長說 你跟他們家的抗議說 抗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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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議你要發給我錢 抗議嗎 抗議會發錢給你嗎 中華民國是美國的抗議嗎 所以你中華民國抗議 抗議什麼 抗議嗎 抗議啊 對不對 所以不要緊張 抗議 抗議嗎 你抗議嗎 你要抗議嗎 我要來觀光 每次都這樣 你注意看 每一次都是這樣 你們看 你走街頭 你金融走 吃過比較百 有人去走街頭 走去叫車輪 民政黨給你抗議嗎 沒有耶 都沒有處理耶 真的都沒有處理耶 你看台灣人看高官 看高官就好 搞不清楚 你如果要找什麼 美國領事館 AIT 每一次你去AIT 我一年去一次嘛 我都帶我們人一年去一次 什麼人要出來 他的 那個發言人要出來耶 每一次我們去都要出來耶 為什麼 因為我們很難 我們派一個大刀 手法的大刀 你不要出來我就跟你講 他就要聽你的 所以 我們一定要用法理 台灣才有什麼嚴重 正常的地位 再來十四 第二段 第三段開始 就是美國對中國是什麼樣的戰略 我這段很好 你看 這就是綜合性的 美國對中國採取的 佔領基本策略上 是經濟掏空 地緣包圍 軍事惡阻 政治高壓 內外夾擊 繼續干擾 還要加上一個貿易圍堵 美國對中國的總的目標 美國已經按照中國的太監模式 塑造了日本 現在又準備按照日本 富而不強的模式 塑造中國 所以如果中國還要堅持你的獨立自主 還要維護民主的尊嚴 那美國就是用各種各樣的手段 對你進行遏阻 包括挑起周圍國家對你進行戰爭 包括直接的軍事干涉 直到最近最後的肢解 從1951年 中國和美國發生戰爭以後 美國中央情報局製造一個戒令 剛開始的時候還不叫做戒令 就是如何通過國家體的行為 通過多種方面各個層面 多個角度對中國進行肢解和破壞 寫了十條 一直到21世界 這個基本上就完備了 他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得到 今天我們中國的很多現象 大家對照一看基本上就出來了 一個盡量用物質來引誘和敗壞他們的青年 鼓勵他們反對他們原來所受的教育 替他們製造色情奔放的興趣和機會 這一點我們在深圳的朋友最清楚 深圳到處都是色情嘛 現在台灣也差不多了 你看我們的電視 你在電視有看到節目嗎 比較多人的 有嗎 沒有 你看電視那些圓圓都什麼 百分之七八十都中國 因為怎樣 電視好彈啊 控制電視啊 台灣人傭乎做到要死的 還給他稅金啊 不然在周邊就把你抓去圈 所以做困難的都是什麼 台灣人 沒有錢的都是台灣人 但台灣人不知道 台灣人是孤兒就說 有一些人很祝福的 我吃的好 我有騎好人家曬 我有房子好人家住就好了 我無關別人 其實他都沒想到 有一天你錢也沒去 你如果台灣不怕太正常化 沒有走上正常化 絕對不會台灣有安居樂業的下一代 我們今天在這裡受訓 重要的就在講這一點 我們要努力 當然啦你要知道 你在這裡受完訓以後 外面還有很多不一樣的 各種各樣的那種誘惑 現在騙你也好 你那些受訓沒有用 中華民國沒有補掉 中華民國已經保不住了 你看看美國國運的官方 我可以告訴你 中華民國絕對保不住了 而且很快會結束 美國是希望說和平轉移 而且無縫接軌 那我們今天在努力的就是要無縫接軌 所以不管你今天 你怎麼相信也好或者不相信也好 當然你不相信你不會來 除非你是有一種特別的目的 拿別人的錢來這裡受訓 那是另當別論 那基本上一般來講 都應該是對我們的論述 深信無疑 而且知道我們一定會完成 來接著看一看 讓他們不以虛榮為恥 第二 要盡一切可能 要讓他們嚮往美國的生活方式 第三 讓他們集中於體育表演 色情書籍 享樂遊戲 犯罪性電影 宗教迷信 還要經常製造一些無聊的事情 讓他的人民公開討論 然後潛意識 在潛意識中就種下分裂的種子 第四 要特別要在他們的 他們的少數民族裡面找到這個機會 忽略他們的地區 分裂他們的地區 分裂他們的民族 分裂他們的感情 在他們之間製造新的辛酬救援 這是完全不能忽視的策略 第五條就是醜化領導 第六條就是宣揚民族 就是要讓他們相信美國 第七條就是要盡量鼓勵他們的政府花錢 鼓勵他們向美國借錢 就像我們有實質的把握 摧毀他們的信用 但是目前這一點反過來了 是美國向我們借錢 向我們人民借錢 剛好正好把這個局勢反過來 總而言之他們他有一條 大家要知道讓他們的貨幣貶值通貨膨脹 讓他們的物價失去控制 他們的人民心中就會完全垮台 第八條就是 與我們的經濟和技術優勢 打擊他們的工業 只要他們的工業在不知不覺中 貪亂下去我們就可以鼓動鼓勵這個社會動亂 所以我們在表面上要非常實想的幫助他們 這樣他們的政府就會顯得疲軟 一個疲軟的政府就會帶來更大的動亂 下一步就是摧毀他們的價值 最後一條 暗地運送各種武器 裝備他們的一些敵人 以及可能成為敵人的人們 那就是我們前面講的那個大的包圍 這不僅在包圍圈內所有國家提供武器 各位現在國民黨民進黨 所謂還有台獨聯盟這些人 對於我們台灣民政府所採用的策略跟手段 跟美國現在對東國採用的手段差不多了 現在他只有會讓我們台灣民政府的進度變慢 然後創造一些是是而非的理論 說我們講法不對 現在例如沒有時效原則 就說時間久了就自動變成他們的 中華民國有這一套的法律 就是違章建築 全世界的違章建築就是違章建築 只有在中華民國裡面的違章建築是可以的 為什麼 他來的時候就地合法還有什麼住久了 占地為王 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有所謂的違章建築 我跟你保證 民政府執政以後絕對沒有違章建築 你只要下令所有的裝潢公司 或者是建設公司或者是營造廠要清楚 沒有法令沒有那個要修改那個房子的那個命 那個執照的時候你就不能修改 這樣怎麼會有違章建築呢 不是呢 竟然建築是先建築 建築是先建築 建築就是你們家的 不能啦 海灣人的價值觀要徹底的重新改變 我們看到311 日本海嘯大多人 我們有對日本人的守法精神 有沒有欺負他們 有啊 711 白堆 汽車 第四季沒有人走入監 大家都叫他們都很欺負對不對 你們對他們很感動 你們 台灣人一樣 1945年 8月15號 日本天皇宣佈投降以後 到中華民國部隊到台灣 這一段時間六十幾天 台灣沒有警察 沒有政府 可是台灣人民的犯罪率是零 全世界都害怕 哇 這些台灣人很可愛耶 而且守法精神 已經是世界一流耶 過去我們台灣人是這樣 但是今天台灣人是怎樣 今天台灣人是怎麼樣 你想想看 看得急 什麼都好 有急就好 各位 台灣的很多的文化 台灣人很多很好的氣質 已經被中國文化徹底摧毀 這只是我們可悲的地方 所以今天我們在這裡上課 我們要恢復過去 台灣人的那種尊嚴 我們一定要恢復過去 所以我們必須整個台灣的整個的系統 要徹底的改變 美國今天對我們台灣民政國 非常的有希望跟寄望 他希望 所以為什麼我們在上課 規規矩矩 我們說幾點上課到幾點下課 都是規規矩矩 有的人也有說 也有來建議 你可以不會去台中開班 去高雄開班 到高雄開班 我就有多少人 對不起 美國在這方面很石板 這跟電腦一樣 電腦城市 美國人跟台灣人不太一樣的地方 在哪裡 以算數來講 你如果去美國 你買一個 買一個這東西 九毛錢 三毛錢 要找你七塊對不對 七毛錢對不對 美國是怎麼找你 你知道嗎 我想這裡很多人都住在美國 你三毛錢 你給他一塊 他要找你七毛 他就拿一百 一毛錢的出來 他三塊 你買的是三毛對不對 四毛 五毛 六毛 七毛 這樣耶 是這樣做的耶 我們台灣人很聰明 你去7-Event 你買了 你搬多少 他馬上一轉 查他照理 看到 誰聰明 不一定台灣人聰明 但是他們這個做法 是電腦的做法 他們是電腦的做法 美國人 他有算 他在 初中 高中的時候 也許是蘇女 但是到了大學以後 他所受的教育 他有開創性 我們沒有開創性 都死的 所以你拿著教學 你拿著課本 說怎樣 你就是怎樣 我以前也這樣啊 我沒有研究戰爭法 都要研究戰爭法 我沒有想到台灣了 因為我的腦袋裡面 所裝的 就是國民黨 所給我的 中國思想 所裝給我的 都是開羅宣言 有啊 人家說開羅宣言 五號啊 開羅宣言 已經說台灣還給中華民國 我們相信啊 其實所謂開羅宣言 Decoration Decoration是什麼東西 就是一種主張 我有說一個 今天 我跟議長兩個人 我跟議長講 假設說 議長我告訴他 我從我的口袋 掏一個彩票出來 大家樂 或者什麼樂 掏出來 我告訴他 我如果明天中假 我會分給你一半 另外一個情形 我就議長講 誒 我等一下 我去買彩票 如果萬一後天中假 我分給你一半 這兩種情形 哪一種有效 如果我真的中了 我沒有付給議長 這個錢 他可以告我 哪一種情形他可以告我 我再講一遍 第一遍 前面第一個情況 我拿出我口袋的一張彩票 我跟議長說 明天我中了 我分給你一半 這第一種 第二種 我跟他講說 我 等一下 我去外面買彩票 如果中了 我分給你一半 結果我中了 那這種講 兩種情形 哪一種我要付錢 第一種的舉手 第一種 好手放 第二種的舉手 好手放一下 各位 第一種我一定要付 已經有看到彩票了 這個彩票已經屬於我的 我當然會這樣講 那我明天去買彩票 那個不屬於我的 我在沒有屬於我的所有權的情況之下 我跟你講的是空頭之票 我可以不要付了 所以今天 台灣跟澎湖是誰的 在那個時候 開朵宣言1943年12月的時候 這個土地是誰的 是大日本帝國的土地 美國跟他講說 我如果打贏了 我把這個東西給你 狗屁耶 他根本沒有台灣的所有權 他怎麼能夠講這樣的話呢 這個叫做Decoration 主張 喔喔 將來有一個大片 這個主張要怎麼執行 要用條約執行 要簽和平條約 如果和平條約上面有講 當然可以 在戰爭法裡面已經改變了 占領不得已轉主權 日本很聰明的 在1945年4月1號宣布 明治憲法全面在台灣實施 因為這個實施 按照萬國公法 台灣土地已經變成日本 帝國的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所以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以法律上來講怎麼辦 因為在波次男宣言裡面又講說 日本戰後只有能夠保留四個大的土地 本州九州四國跟北海道 因為這個樣子 所以在日本戰後的時候 他把這個四個土地撥出來 弄了一個新日本政府 可是台灣呢 還有琉球呢 琉球在1972年5月15號的時候 因為日本的首相 跟美國的總統尼克森那個時候 簽了東西 簽了以後他把這個琉球怎麼樣 按照到底這個琉球是屬於誰的 日本天皇的 要還給日本天皇 可是日本天皇 在就天和平條約的第一條B裡面 他已經被suspend 就是被懸空 那懸空以後他沒有實體 沒有實體 就由日本天皇把它交給 這個新的日本政府去托管 等於現在是一種托管的關係 所以有一天總有一天 等到這些日本的琉球的這些人 懂了以後 還有日本本土的人懂了以後 琉球很有可能會跟台灣合併 然後這兩塊地方 改成現在的日本 變成common world 我認為這種狀況是最好的 因為這種狀況是跟中國切掉 跟日本也沒有直接上的關係 common world 什麼叫common world 幫聯 幫聯跟聯邦差不多 已經是差不多 已經分不清楚了 就是說有一個共同的 這個 這個 這個精神的什麼 領導人天皇 有一個天皇在那裡 可是他會不會實際上管理 不會 這個很有意思 今天既然上課我就多講一點 我講那個紐西蘭 剛剛Australia的例子 特別是紐西蘭 紐西蘭他們總理啊 大家就是在村上 議會選出來當總理 那個總理選了以後 由總理提名總督 然後報給日本 這個英國的女皇同意 任命他 所以 以到道理上來講 總督 比較大 還是總理比較大 應該是總理比較大 總督比較大 可是這個總督是誰提名 是總理提名 我這麼臭巧 都要有一年啊 這個總理呢 被人家免職啦 問題來了 那個總督要不要免 總督是由總理提名 報給日本 這個英國女皇同意的 這個總督要不要免 把這個總督要不要去把它免掉 憲政危機 這就是憲政危機 所以呢 不然我們台灣也是一樣會碰到這個情況 所以呢 在我們台灣基本法的裡面 可能這邊就去討論 以後到這種情況 會有可能啊 因為 當你穩定一段時間以後 很久以後 不然我們看不到 五十年以後 會發生呢 這個總理要給我們免職 這個免職的時候 這個總督是總理提名的 這個總督要怎樣 你如果要把總督換成 英國女皇上說 弄 就回去了 這就是盛政危機 所以我們知道這種問題 我們在談基本法 也要談 因為這比較輕 現在不要說這個 來 再來繼續看 剛剛講到哪裡 十五月開始 好 十五月開始 十五月開始 他還和他們結成事實的 公開的和隱形的聯盟 美國在1951年和蘇聯 這麼樣緊張對勢的情況下 他還沒有忘記中國 現在已經把中國 列為他的潛在對手的時候 他現在怎麼可能放鬆 對中國的包圍呢 所以美國 德蘭公司在1999年 給美國政府提過一個建議 他說美國的 美國的對 對華戰爭 應該分三步走 第一個是西化分化 西化分化中國 使中國的意識形態西方化 就是改造一個富而不強 不要跟別人對抗 第二步就是要在第一個 成效不大的時候 進行全面的遏制 並形成對中國戰略上的核違 這就解釋了我前面所說的包圍圈 美國正是按照 美國德蘭公司提出的這樣的戰略設想而走 第一個還在分化你 第二個還在包圍你 第三個 下一個我們就看第三步了 如果前兩步都不能得逞 不惜與中國一戰 當然作戰最好的形勢 就是美國 就是不是美國直接參戰 而是支持中國內部謀求獨立的地區 或者與中國有重大利益的周邊國家 鼓勵中國周邊的內亂 這就解釋了為什麼去年會發生三一四 這個三一四是那個西藏新疆那邊的動亂 還有那個今年為什麼七五啊 七五是西藏發生動亂 下一步還要再出現其他的事件 1985年 美國一直一個重量級的戰略家 也為美國設計過一個藍圖 這就是我們前面講的美國的三大對手 三大敵人 他說美國在全在全球是三條線 一個是歐洲戰線 剛才我講了實際上俄羅斯戰線還是歐洲戰線的延續 第二個鬥爭鬥爭節點就是遠東戰線 就是集中在日本中國朝鮮半島 關鍵的區域就是在菲律賓和台灣 第三個就是遠西戰線 也就是伊斯蘭世界 這是美國在1985年設想的東西 到目前為止 美國整個國家的設想都是按照 布勒金斯基和德蘭公司兩個設計在走 這兩個這個是一種智庫 這兩個智庫基金會 常常有一些文章會發布 常常我們會把那個文章翻譯為 這個漢文在我們的網路上公布 各位可以上網去看一看 今天世界的新聞基本上都是在伊斯蘭世界 俄羅斯和中國之間來回轉 我們要是看報紙新聞聯播大家都應該很清楚 實際上基本上都是不利於這三大集團 但是我們還要注意一個問題 目前我把它形容為四國演義 這四國演義裡面並不是說俄羅斯跟我們站在一邊 都是他的潛在敵人 我們就有就可能形成天然的盟友 不一定 在今年的9月17日 美國宣布在東歐放棄了部署反導系統 北歐同時邀請俄羅斯 共同建立反導系統 表面上看來好像美國是後撤了一步 美國向西方俄羅斯伸出了橄欖枝 事實上我認為這裡面潛在一個陰謀 那就是美國在東亞這個地區 對俄羅斯放鬆一步 下一步可能針對伊朗 因為俄羅斯在這個國家形成他們 因為俄羅斯這個國家被他們自己的學者稱為叛徒國家 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 對什麼朋友都敢出賣 這個時候伊朗還把俄羅斯當成他們唯一的敵人 那就是說實際上沒有永遠的敵人 也沒有永遠的朋友 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 所以我們一定看到俄羅斯要和西方套進夫 我馬上感覺這個伊朗麻煩可能就來了 伊朗美國打不打伊朗 在以往我認為美國可能不會打 但是在目前金融危機下 完全有可能為什麼會打 等一下再講 各位 這個俄羅斯曾經派個兩個記者來台灣訪問 跟我談有關那個戰爭法這個部分 那這個俄羅斯的記者呢 當他談到我在講那個北方四島的時候 我就跟他講 他問我說北方四島是誰的 我說北方四島是日本天王的 那北方四島是日本天王 可是現在因為日本政府一直在上俄羅斯說 你要把北方四島還給我 俄羅斯怎麼回答 他說他根本就不理他 只是他私底下他怎麼講 北方四島根本就不是你日本政府的 他為什麼講這樣 所以日本政府啊日本政府 聽到他這樣一講就懵了 就傻了 啊 他說我怎麼不是 什麼人的 日本天王的 日本天王跟日本政府是不一樣耶 他當然講不是你日本政府 你沒有權利講 我要還也要還給日本天王 所以問題來了 誰有權利代表日本天王 向俄羅斯要北方四島 台灣沒有錯就是台灣 所以我說今天只有台灣能夠拯救日本 我們只有台灣能夠拯救日本天王 所以我開玩笑 我說你日本人現在不要日本天王 我們會歡迎日本天王 把日本天王請他到水月園來住 日本天王如果來住我們這裡的話 日本在日本帝國的時候啊 第三任 第四任的總督啊 曾經有提議說 日本的天然災害很多啊 乾脆讓日本天王到台灣去住耶 有耶 有這個提議耶 那這個提議 在我們台灣民進政府執政醫院 我們跟日本講喔 時到日本那些傻人喔 一定還跟我們爭取啊 歐巴公說你們不要啊 他們現在對日本天王的看法是怎麼樣 那些沒用的人 沒有用啊 也不會賺錢 而且我們還要 花錢去養他 我們不要 我說好 你們不要好 那我們要 我們如果得到日本天王 得到整個日本耶 那些土地都是日本天王的耶 所以有一天我們就講 日本所有的徒弟 都是我們台灣的神聖不可分割的領主 不一樣了啦 我告訴你喔 會在日本辦法律 的人喔 佔便宜啦 你不相信 這天不一定看得到 他一定會傳給兒子 不管他傳給兒子或者女兒 他會是繼承嘛 台灣的征服者是誰 金獲匠 對 不是美國 是杜魯門 這個conquer是人耶 台灣的佔領者 是杜魯門 杜魯門是誰啊 沒有人接 杜魯門 就會交給下一任的總統 一直到現在誰是台灣的佔領者 歐巴馬 很簡單啊 所以 有一些台灣的傭人 說美國佔領我都沒有看到美國軍隊啊 那我就講 你沒有看到美國軍隊 穿著制服也許是真的 可是你有沒有看到歐巴馬 你的佔領者就是那個人啊 就是各位的左邊那個啊 這兩張相比是2010年9月8號 送給我們的 我們在那裡開酒會 然後送給我們 開酒會送的時候 從此交代我們一句話 從今天開始 我美國已經正式 替你台灣民政府開了一條路 你們就按照這個路去走就好 所以從2010年9月8號 我們走到今天 我們今天是破季了 有240個人在堂 我告訴你 很快 很快 所以現在看起來 我們很快會有4000個人受完訓 這一點是坦白講非常高興 因為但是高興歸高興 另外一邊是很擔心啊 我們是不是有那個能力 所有的在4000位的成員 有沒有那種決心要接掌台灣政權 人政權行李啊 你也要比憲主席 讓台灣人民享有更多的幸福跟快樂 這樣接這個政權才有道理嘛 所以憲主席也有人跟你說啊 現在就好洗好洗 你如果要拚 不是要拚 台灣沒有正常話啊 有正常話嗎 奔透台灣人沒有進步啊 奔透台灣人永遠在人家的壓迫之下啊 你不懂你不懂要說壓迫 壓迫什麼 壓迫什麼 你不要去當兵 要啊 但是現在要不要啊 我們告之後 我們告了以後 現在中華民國已經取消這個兵役了 不能讓我們當兵 我們跟美國政府抗議好多不好 你如果再讓台灣人當兵的話 我在國際法庭 我要告你 我告訴你 等於要告國際法庭不是那麼簡單 我要告美國的話 要美國同意耶 他絕對不會同意啊 所以他不同意怎麼樣 所以我們在哪裡告 在美國的法院告嘛 還好有美國耶 這個法律是美國定的耶 是萬國公法耶 美國的憲法規定 美國要遵守萬國公法 日本的憲法規定要遵守萬國公法 我再跟你說一個秘密 你現在 沒講各位有生之年 這個秘密還不會解開 這個秘密是什麼 水門案 水門案 你以為尼克森是偷聽了一些政客所講的話 然後被弄下台嗎 我告訴你 NO 是什麼問題 萬國公法 萬國公法為什麼 尼克森想要出賣台灣啊 違反萬國公法 因為違反萬國公法 所以被逼下台的 誰在掌握整個美國 我告訴你一個例子 這國安局講的 國家安全講的 Royer 你看過星星掉下來過嗎 我最聽不懂耶 蛤 星星掉下來是什麼意思 我看天館 星星掉下來 原來這個星星是什麼星星 肩膀上面的星星啊 美國的軍人擋控一切啦 總統四年一犯 四年就完 但是他們四顆星了 會完嗎 不會完啦 最多是什麼 這步讓你調整 只為調整 只為調整而已啦 所以真正在掌控美國的是誰 美國的軍方啦 所以為什麼我要找美國軍方 美國國語我不要逃啊 我要去找你那個笨蛋 那還不對嘛 所以我們找美國軍方 他們承認美國仍然軍事佔領台灣 在佔領中呢 你既然是贊名中 欸 你給我贊名 你佔領我台灣 你的義務你都不要付 不對耶 你叫我去買武器 當然也是叫中華民國買武器 可是我台灣人付錢啊 你哪有那個獨立 只會不會輸你們家的隔壁 買賤出去塞 叫你去六錢 你敢賣 你敢賣 你沒得對不對 但你現在這樣做啊 你選舉就是做這個啊 隔壁買賤子 說叫你去六錢啊 奇怪 你又不是我的女朋友 又不是我的女朋友 我的女朋友 我怎麼給你六錢 今天的情況就是這樣 完全一樣 那今天為什麼 台灣人不懂 教育 你想看 那個光富節喔 海西多少人呢 台灣是光富 你戰敗 你竟然有光富節 你竟然有光富節 戰勝國才會有光富嘛 這很簡單的獨立嘛 結果搞到今天 很多人認為 日本轟炸台灣 這個不是笑話呢 你不相信 你命在胸口一腰 你剛才朋友你問 你如果問10個 我沒有跟你騙 你自己做統計 你自己做統計 差不多五個說日本轟炸台灣啊 那 如果 國家 北方喔 10個差不多7個跟你說呢 日本轟炸台灣 可憐 你如果問你老母是什麼人 他想很久的啦 因為我告訴你 我是台灣人 也是中國人啊 但是各位 你如果去問何瑞恩 你是美國人也是 英國人對不對 何瑞恩一定會敲我的頭 你打個牌去 是美國人就是美國人 是英國人就是英國人嘛 台灣人就是台灣人 中國人就是中國人 就很簡單嘛 啊中國跑到台灣 這些人是什麼 難民啊 眷村 什麼叫眷村 你難民 西藏的難民 跑去印度的德蘭沙拉 他有一塊塊的土地 難民村 難民村誰付錢 美國幫他付錢呢 所以我們這一次去印度的時候 德蘭沙拉 我們要跟他簽一個國事訪問 同時呢 他們44個參議員 通通會出來 我們五國十個人 他們就跟你說 我們這個土地 我們是難民 這個土地是印度的 那你想想看 如果是他們選舉那個 印度流亡政府裡面的總理 印度人可以去 蓋章投票嗎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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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人選西藏的流亡政府的總理 太快了 台灣人選中華民國的總統 太快了 太快了 台灣有台灣民政府 台灣有台灣民政府 現在這裡有 好啦 各位 現在這個問題來了 在這種情況下 你如果叫他賣代表 他會跟你說 不要投票 你已經被中共收買了 不投票 所有的票通通變成中國 中國國民黨 中國國民黨 幾半中華 中中旁 全盤通通拿走 各位 我們就看 中國國民黨 有沒有辦法 全盤拿走 這個時候 美國要出來 如果投票率 降到50%以下 美國一定出面 有一個例子 波羅的海三小國 蘇聯佔領 蘇聯政府幫人 波羅的海三小國 選舉總統 波羅的海兩百萬人民 起來抵抗 我們不要去投票 結果呢 只有三成的人去投票 世界說 不算 後來由波羅 那個波羅的海三小國的 民政府 自己舉辦總統選舉 投票率99% 連後來連蘇聯都同意 這樣他們自己獨立起來 台灣 講幾步 台獨聯盟講幾步 他們要獨立 你怎麼會不會這樣辦 你為什麼不幹 因為他們不懂的法理 不懂這個論述啊 他為了得到政權 用選舉 我們用選舉得到政權 各位 美政會十三年 丹水平八年 合起來二十一年 連續二十一年 本土台灣人執政 也沒有把中華民國改變 沒有反而倒退 你還選什麼總統 你還選什麼總統 沒有用的東西啊 當然啦 你會講說 過去的你這個理論沒有 今天有啦 這些人要站出來 跟我們走位騎走位才對 結果呢 沒有啊 反正喔 你民政府得到政權喔 我們這個台灣人喔 我們就得到政權啦 反正呢 我們過去有執政的經驗啦 民進總共啊 我們有執政經驗啦 你們如果得到政權啊 唉 我們這些人都是精英啦 看到鬼呢 都不懂得論事人是精英嗎 是不是精英 比較大聲的啦 是不是 西州各位才是精英呢 精英 精英啊 不是自己說的 精英是要靠所有的 對台灣本土這塊土地 有理想 不想貪污 一定會造福台灣人民的 這是精英啦 很簡單耶嘛 我們後面有美國嘛 美國跟我說 400年來 台灣從來沒有建立過自己的政權 對不對 健康耶 那個政權是什麼 是中華民國 是中國人的政權耶 這邊的國務院 在2012年8月20號 正式把台灣 的官方網站 拉下來 這個Sign 就是一種徵兆 在跟你台灣人講 我很快的速度裡面 我會把台灣的管轄權 政權 交給你 台灣民政 你準備好了沒有 沒有人敢說 我也不敢說 可能耶 對不對 怎麼可能 不過 我今天以後 我會跟美國講 我越來越有信心 我們一次就240人在這裡 這樣有開心嗎 來 15頁 還沒有講完 這裡 美國現在 對中國 除了地緣包圍以外 還有其他的一些暗算手段 其中就有經濟綁架 美國美元陷阱 經濟綁架這一點 我要講一個情況 改革開放30年 我們利用外資8000億美元 我在新華社內 內參 內參部了解到這個情況是 這些外資在中國控制了 我們國家28個重要 重大產業中的21個 還有7個目前處在合資狀況 已經控制了我們很多產業 這些外資下一步還要控制中國的糧食 一旦控制了中國的糧食和豬肉 這塊是關係到國民生計的 我覺得如果把這個領域控制了 中國的大麻煩可能就來了 但是目前正在 目前正在向這個領域邁進 美元陷阱我們都知道 美國現在公開的說 美國的華盛頓郵報說 中國現在已經成為絕望的賭徒 中國不斷的向我們出口有毒的玩具 我們應該考慮向他出口有毒的債券 這些債券全部被中國人拿在手上了 中國現在在基本上成為老虎機旁邊的賭徒 中國不往裡面住錢 美元就要貶值 中國要往裡面住錢 不斷的住錢 美國美元只不過是推遲了一下 早晚還是要貶值 這就是陷阱 所以我們現在中國也沒有辦法 我在今年7月寫過一篇文章 發表在新民週報 我說在金融危機的後面 有美國的戰略危機 各位 我跟各位說一個事情 在今年的年初的時候 在今年年初 美國公開向中國講說 我要發行新的債券 你中國負責要買多少錢 中國的財政部長說 我不買 你欠完那麼多錢還要買你的債券 我不買 美國第二天就回答他 美國財政部長講說 OK 你不買沒有關係 那我就自己買 那講完以後不到一個下午 中國馬上宣布我買 我買 為什麼 你看有嗎 美國印了債券 這個債券向全世界的國家推廣 你要負責買多少 中國說你欠我那麼多錢 我還要買你的債券 他不買 美國就講 OK 我自己買 美國憑什麼買他自己的債券 印鈔票嘛 你不要 鈔票用印的啦 鈔票用印的你知道嗎 政府呢 他是政府呢 自己印啊 你買我自己買 我自己買我自己印 鈔票為什麼 貶值啊 那貶值啊 貶值很多錢 哈哈 他馬上貶值馬上沒有錢 所以 中國第一家仍然睡醒了 睡醒了 這樣不對耶 我買我買 這樣才越欠越多 買也不是 買也不是 不買也不是 真的喔 很頭痛 所以我就講 現在會越欠越多 越欠越多他怎麼改冠 不會改冠啦 會行有沒有 絕對不會煩啦 美國控制了 28項的產業 控制了21項 這21項是什麼 用債券控制 他發行債券美國買了對不對 美國用 中國給他的這些錢啊 現金啊 他去中國 他買他的 他的產業 你聽我的意思嗎 我是美國嘛 我沒有錢對不對 我發行債券 這個債券 在中國買嘛 我給你有毒 有毒的債券是說 表面有毒的意思是說 中國的產業啊 啊然後用中國的產業 控制中國啊 頭腦有夠好啦 這樣頭腦有好嗎 有啊 有啊 所以你說剛才美國 但是美國這點要給他批 有辦法嗎 有辦法 但是我不會這樣講 他在那裡講 老闆你們就知道 來 繼續看 他說 繼續 我們可以思考一個問題 東南亞金融危機的時候 所有發生在金融危機的國家貨幣 貶得一塌糊塗 一文不值 貶值幾百倍 可是為什麼美國發生金融危機的時候 美元不會貶值呢 而且他還要升值 這就是誘餌 又使中國和日本繼續買 不斷的往裡頭送 直到你把全部的財物通通弄進來 然後一下子徹底的貶值到底 後來很多的學者 老百姓也發現了這個事實 金融危機不出來 我們還不知道有這麼多錢在美國人手上 我都是第一次知道 我嚇了我一跳 中國到現在有兩萬多億元的外匯 除了八千億的國債以外 我們手上還有幾千億買的美國的兩房債券 還有其他的金融衍生品 將近1.5到1.6億萬美元在美國手上 所以我就覺得這個問題非常嚴重 現在看 由於美國的幼兒策略也不算太成功 美元到今天已經基本上頂不住了 從四月份到九月份 美元已經貶了12% 也就是說中國已經損失了一千多億美元 這只是帳面上還不算其他的 這一千多億美元 還不算前面損失的幾千億美元 那個都不算 因為我們開過一個內部的會議 這個數據也我也不能透露 但是那已經損失掉一大筆 現在又損失一百多億 一百多億 一千多億 一千多億美元相當於什麼概念呢 相對於美國現在的所有的 十條大型航空母艦全部的種子 美國現在有十一條航空母艦 另外有三條航空母艦在製作 還沒有完成 那加上他們的飛機 也就是說一條航空母艦 全部的配備齊全就有一千億美元 可是我們現在五月份 五個月已經損失了一千多億美元 也就是說我們丟掉了十條大型的航空母艦 下一步怎麼走我還不知道 所以說我們這八千億美元 所買的全部是美國的債券 人家八千億美元 控制了我們二十一個產業 所以我認為經濟方面有很大的問題 所以一直有一種擔心 我認為美國借我們的錢 就是以合法的名義 侵吞了我們中國三十年的財務 讓我們中國沒有錢買技術 買資源買現代工業化 把你的錢全部借光 讓你沒有錢用 也讓你沒有錢進行軍事化 軍事現代化 各位 其實中國也很聰明啊 他後來他決定說 我不買美國的債券了 我買歐債好了 結果很難問 歐債買了以後歐債倒閉 歐債倒閉以後 以後回過頭 再去美美國的債券 我覺得 算不貴 玩不過美國 玩不過美國 那今天我們台灣就要利用美國 誰叫你打腎臟 你打腎臟你就要負責 對不對 很簡單 什麼人叫你打腎臟嘛 你打腎臟你就要負責啊 所以美國在建立的是一個世界級的 從來沒有過的那種世界的大帝國 大美國帝國 所以以前的 這個中國常常罵美國是什麼 美帝主義 美國帝國主義 就是文在這個地方 美國是不是很聰明 其實美國人也不是很聰明 他是按部就班 問題是台灣人太聰明了 被自己被政治上 被文化上 被教育上完全扶弄掉了 自己是誰都搞不清楚 他就中國人奴役台灣人 讓你台灣人每天很忙 忙著什麼賺錢 你沒有賺錢你就活潑下去啊 所以你經常聽到說 政治不要插啦 我飯就吃不飽要插政治 各位 這是國民黨的做法 讓你每天忙於生計 你賺不了錢 你怎麼賺都沒有辦法 這個時候 很有 但是還好就是今天這位美國佔領 是中國沒有機會來統一台灣 來統治台灣 他已經改變了 台灣只是中國的核心利益 已經不是中國神聖不可分割的聯合 既然他如果說這句話出來 各位 其實我看中國很多的網站 很多的學者 自己說 語情 語理 語法 這三個台灣都跟中國無關 有什麼關 有幾百年前移民的時候 有一部分人 是從中國移民來台灣 你不能說由台灣移民去美國 美國就是你台灣的啊 這很簡單嘛 今天的經驗說 因為中國人移民到台灣 所以這些人都要 不可以數點忘族 你看到貴 何瑞人啊 你不可以數點忘族 你要回到你的 他是德國啦 你如果說這樣 你會叫巴嗎 我給你保證何瑞人一棒給你 你在講什麼我聽不懂 中國人數點忘族 神經病 所以 但我們自己本身受的教育 要擺脫這種 這個思想上的那種框框呢 世界上的道理 世界上一般的普世的道理 並不是像中國國民黨所講的那樣 台灣人 要過台灣人的生活 台灣人不用向北施 不必被人家剝削 所以呢 這是非常重要 今天我們台灣民眾爭取的時候 我們不願意被你中國人 繼續的剝削 台灣人 大學生 我看到一個新聞 那天什麼人補我看 那新聞誰誰 有一個大學生畢業 他那些就學貸款 已經借了差不多 將近七十萬八十萬 結果呢 他畢業以後他講 他找不到職業 他找不到他自己很羞愧 他說我對不起我的父母 我雖然畢業了 可是我已經負債八十幾萬 我就自殺了 新聞屋 新聞屋 人家看到這種報紙 會氣他流淚 所以我說啊糟糕 台灣很多時候有八十萬 九十萬的學生 那個負債呢 所以我告訴你 台灣民政府有一天執政 不管我的職位是什麼 我一定要堅持 對這八十萬人的大學生 他的那個就學貸款 所欠的錢 一筆勾銷 一定要做到這一點 台灣人 不可以生活 只是一隻 我看動物界有這種現象 動物界有一種叫做紅螞蟻 這紅螞蟻呢 沒要做工作 沒要做工作 但是有這種黑螞蟻都在做工作 黑螞蟻在做事 紅螞蟻不做事 紅螞蟻幹嘛 專門在殺黑螞蟻 所以他就找到那個 那個黑螞蟻 一把他殺掉 殺到以後呢 怕把那個黑螞蟻的那個體液 塗到他自己的身上 然後呢 他就進入黑螞蟻的洞穴 然後去俘虜 他的黑螞蟻所生的那些蛋 然後俘虜到他自己的地方 然後把那些養大 因為他的身上的味道跟那個黑螞蟻是一樣 然後這些黑螞蟻 還黑螞蟻長大以後就替他做工 幫他買東西幫他 對就是他的努力 今天的台灣人 被中國人努力完全一樣 真的完全一樣 你不會痛心嗎 所以我要鼓勵各位 你們要醒過來 不行只有我這樣說 你這樣聽聽一句兩句 你知道嗎 算了各位 你要教的 要多嘴 要把台灣真正的論述 講給所有其他的台灣人聽 他如果不聽就放棄他 台灣一定會成功 台灣民政會一定會執政 你放心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可能不能再說 因為 已經十二點多一點了 這個 我們都看有漢文對不對 有沒有 都看有對不對 如果我沒有上 你自己會去看的請舉手 都有牙齊多下 如果沒有看的 你的肚子痛 我先跟你講 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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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在 老闆吃飯